昨晚在慈旧迎新之际 珠海大剧院首演 2017珠海新年一月会隆重举行 演出当晚 剧院外表绚丽的木墙灯光 歌剧厅穹顶海天一色的观景氛围 顶级乐团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章 演员羡慕时观众如潮掌声 这一切让珠海大剧院的首演 愈加星光熠熠 给人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市委书记郭元强 市长郑仁豪等市领导观看了演出 晚上六点多 夜幕下的香炉湾 日月备在七色彩灯的映尘下 显得分外迷人 户外广场上也燃起星光点点 一条五色星光大道 指引观众进入剧场 很多观众早早的就来到这里 欣赏日月备的亮丽夜景 和首秀的他来张亲密合影 我现在呢 就是在即将进行首演的 珠海大剧院的歌剧厅内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可以说是 星光翼翼 让人有一种神秘特别的感觉 那么首演呢 即将有五分钟的时间 就要开始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现场已经有不少观众 陆续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 接下来这个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 为大家带来的这场 饿舍贴盛宴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演出在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 《鲁斯兰与柳德米序曲》中拉开帷幕 在著名指挥托马斯·桑德林 精准娴熟的指挥下 乐团丝丝入扣的演绎 很快把观众带入到美妙的音乐氛围中 紧随其后 珠海同声艺术合唱团的孩子们加入进来 和乐团共同奏响 柴口斯基的歌剧 《叶普盖尼奥涅金片段少女合唱》 孩子们甜美的嗓音 加上乐团优美的管弦乐 为观众们带来诗意梦幻的听觉感受 在两个小时的表演时间里 乐团给大家献上了 和林卡 柴口斯基和鲍罗丁武大师的多部作品 演出快结束时 听众们用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 让托马斯·桑德林两次反场 最后喝着观众的掌声 乐团以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 结束了整场演奏 曲中人散时 很多听众对乐团的精彩演绎 和大剧院良好的升学环境 给予高度评价 他们之间协调配合得非常好 形成了一个整体效果非常好 感觉到剧场的声音音响效果也特别的棒 声音听起来特别的柔和 还很丰满 我听过很多地方的剧院 我感觉到现场非常清晰 虽然我坐的是二楼 位置也不是很中间 但是我感觉到每一个声部 听得都非常清晰 新场音乐的环境特别的好 坐着也很舒适 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新场音乐的环境 作为珠海重大文化民生工程 珠海大剧院的首秀 当然少不了珠海各界代表 昨晚我市的劳动模范代表 建议勇为代表 医护人员 环卫工人 公交司机 残障人士 及志愿者代表 应邀一起观看了珠海大剧院的首演 大家对珠海有了这样一个 高水平的群众文化场所 感到十分自豪 我第一次进来门口的时候 就感觉到大贝壳的美丽 很美人 很漂亮 这个一个响亮的名片 我们见证了日月备的开工 还有建设到今天开幕 我作为一个珠海人来说 珠海又新添一个地标式的建筑 我觉得很自豪 我觉得有了美丽的日月备大剧院以后 我觉得我们珠海人民 应该是有了一个精神的家园 珠海的记者 文波报道